画面上是过年期间市长谢果良不休息 持续多天到街头去关心行人友善政策的执行状况 而在交通处长王俊宏 警察局长张树德等人的陪同下 共同站在路口转弯处前 观察将近一个小时 市长感谢原警们牺牲年假辛苦执行 也请听市民朋友们的意见 可以动让车子要离让 好的 你觉得有在离让 这边比较好 对 那如果去看广迷看的话 就会还有改善的空间 假如讨论到老人家 我们可以说这个里面的报告 在的是很不理想 看能不能整理 加油咯 市长加油 谢谢 谢谢夫人 小爱爸爸市长谢果良表示 基隆市许多汽机车的驾驶人 在行进路口时 转弯往往不会离让行人 出现路口人车真道的情形 让小孩或老人显向还生 为了将基隆打造成温暖友善的城市环境 基隆市政府从今年春节期间开始 针对友善行人政策加强宣导执法 希望驾驶人提高素养与品德 尊重行人路权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